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兒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回過的兼職或委託 都很久沒更新過這些Chit Chat的影片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吃飯、零食、拿杯酒 我們一起聊聊天啦 好 大家準備好這些零食和酒味 乾杯 這個時間順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回過什麼工作 首先是我人生翻完第一份工作 我放6時候的事情 就是回補習時 當時是在澳門回補習時 補習時是補初中男校的 他們是很跳皮 但其實他們也有可愛的一面 所以他那種跳皮是可以接受 還是我覺得可愛的那種跳皮 上司 我的老闆都很好印 尤其是考試週、七、五週 都會買一杯咸茶給我吃 然後早上6日回補習 我會買一杯咖啡給我喝 所以整個過程我都回得挺開心的 都沒有什麼很不開心的事 還有人工呢 我覺得以補習社 這麼多年前來講 都算高的 當時都是九三分鐘的 我一直都一直回到大學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COVID 我還在網上課 我還在澳門上課 我還在澳門 一直都一直回 然後過來香港就不要再回了 我回補習社的同時 我是有私人補習的 都是現在到今時 我還有一直做這樣的一份part time 那其實私人補習 相信都是這麼多位大學生 每一個大學生都會做的一份工作 其實我以前前後後 都真的沒有過很多學生 我想還有十幾個 現在都是我主要的收入內容之一補習 現在總共都有四五個學生 基本上星期一 那星期一我都有補習的系列 為什麼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有遇過一個補習學生 是我 上中一課後 我立即跟他家長說 我不會再補他 那發生什麼事呢 那當時就是 他是一個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學生 他們家裡是有一個工人姐姐的 那當日我去他們家補習 那小強男孩很不聽話 而且很無禮貌 即是他做功夫做錯了 我幫他拆住他 然後他就把拆膠扔在地上 說我 他沒錯他死都不可 然後扔完 又試我去執 但我不是他的工人姐姐 那我就跟他講 哪個弄跌就哪個執 他不小心弄跌 我也還會幫他執 但他突然把拆膠扔在地上 然後工人姐姐看到 就走過來幫他執 他就用拆膠扔的工人姐姐 因為他不想我工人姐姐幫他執 他是希望我去幫他執 但重點是 整層他媽媽是在 因為我們是客廳補習 他媽媽就是在客廳的沙發上面 但他媽媽好像看不到 還是我不知道是這件事很習慣 還是怎樣 他媽媽好像是阻止到的 下課前15分鐘 他媽媽才過來哄他上課 所以我覺得他是非常無禮貌的一個行為 然後就說一下我上過什麼part time 首先我上常補習業的第一份part time 就是我上過韓國某開價品牌的化妝品sells 沒錯我是做過貴者 但是為什麼我還會去做呢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化妝品 又很喜歡鋼的 又很喜歡鋼的 又很喜歡銷售的 所以就當時放假的關係 無所事事 不如就找一份part time做一下 所以就apply了這個化妝品sells 其實我覺得這個化妝品sells 我覺得是回得挺不開心 而且我以後都不會再碰這個職業 不過原因我有一個很high的上市 那我上市是有BB的一個女士 所以可能因為昨天的脾氣比較暴躁 再加上我是三厘身豬肉 所以很多打雜類的工作 他都會交給我做之餘 他對我的態度也是非常不好的 再第二件事 就是跟我的環境上很不一樣 因為其實你想想化妝品店 星期一至五 是不會一天無故進去的 可能是很無聊 是其中九個小時 除了一大之內回去 去抹一下塵 抹一下Tester 掃一下地之餘 其實就沒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去做 牌子呢 每年都會有些sale 就是會有些大減價的時候 大減價的那個月 就會超級超級忙的 但是我是喜歡忙一點的 因為忙一點的話 起碼我會覺得時間顧得快一點 要不然我站在這裡喘一整天 吼九個小時 我真的覺得超級忙的 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回去的第一天 店舖的管理員 就已經跟我說 要一個技法石本場的面 家庭功效 成份 就像背書一樣 去到那裡吃背 然後在下班之前 他就問我一次 算是了解多了一些 護膚品 化妝品 成份上的東西 人工方面 剛才說的很小 已經不太記得 因為都是幾年前的事 好像是五十五元 差不多一個小時 但是遇到一些大減價的period 或者是放假時間 他又會再多一點點人工 後來這個化妝品 所以我沒有回來 就是因為之後要上學 那麼多時間 可以再長期 就是一個星期 回到兩三天 再加上真的真的回到 不是太開心 還有跟我想像中 出入太大了 所以我最後就沒有回到 之後呢 一份工作呢 都是我暑假期間 回到的一份工作 就是 回到餐廳的waiter 大家都經常說 什麼工種最辛苦 就是回到飲食業 沒錯 我也是回到飲食業的人 我當時回到的那間餐廳 算是西餐和咖啡店 混合在一起的感覺 這間餐廳呢 人工都好像不高 實質多少我都不記得了 五十五十五 差不多在這個range 但是它包一餐的 店舖的食物都挺貴的 都百多元 所以 其實都OK啦 你包一餐 我好像都說 比較忙的 那個時段比較累 尤其是西餐的碟 不是很重的 那基本上 你出餐 就不會是一次拿一隻碟 那樣出的 因為很忙 今天旅行一隻的時候 就會拿一個碟去出的 但是其實那些碟又重 又很怕賭寫的東西 所以就 都很矮矮的去走 最後我都退休了 還有呢 我退休的最後一個月 我是沒有收到我的人工的 因為呢 那個月我是回到很少 可能回到兩三天 以往人工都是pay by cash 但是呢 因為我之後就沒有再上班了 所以我那個月的薪就沒有拿到 我之後都要一直WhatsApp的老闆 叫他銀行轉帳給我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收到 那我吹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我自己吹到都忘了這件事 因為真的好像一百多元 所以那時候我都沒有去探討 這件事 也沒有再拿回我的人工 但我當時覺得 不如試一試 算了 很煩很麻煩的 所以就 有了這件事 OK 之後就回到這麼多part time 終於要迎來 我的第一份intern工作 當時回到的第一份intern工作 就是做marketing的工作 那為什麼我會回到marketing呢 因為雖然我是讀journalism生存 但看來我在生存裡面的practicum 是廣告與公關 有時候我們都會上一些marketing course 所以我就找了一份marketing的intern 這個公司是一個business company 最主要去他們公司做的內容 就是管理social media方面的 就是digitalmarketing的那一篇範疇 當時的pay是不錯的 以intern來說真的幾高 也有80元一個小時 後來就回到三個月四個月左右 就完了這個intern的period 接著之後呢 我有回到去做小編的 就是某一間公司的小編 他們是做一些養生類的項目 美容院都有做的 基本上就是每個星期就出一份post 當時是read from home 因為這就是手機可以搞定的東西 每個月開一兩次會就可以了 三千元四千元左右 大概是一個月左右 我覺得這部工也不錯 我一直都繼續做 但後來為什麼會退休了呢 就是因為 他想face to face 因為想回他們的office去上班 但是因為 其實我當時是 同時間呢 我就是回一個marketing intern 所以其實一截完的時間 是非常沒空的 所以最後我就沒有再做 這份partime小編的工作 因為我是沒有時間 可以face to face上office去上班 然後就迎來我的人生第二份intern 就是某一個fashion company的intern 那一份intern呢 我的所屬部門 就叫做business development 有一封in interview 然後就會有一個group discussion 簡單來說 究竟business development的工作是做什麼呢 因為當時這個fashion company 跟我的電商品牌 是有合作出一個新的平台 最主要就是去找一些潛在的client 去跟他們聊 看看他好不可以在我們的plattform上 上架他們店舖的產品 真的不僅是一些實質的產品 它是一些Q點 就是當個模式 就有點像K-look KK-day 那一類的東西 他是Rove from Home 原來我回office 一個星期只回一次而已 那一次就主要是匯報一下 我們這個星期做什麼 那為什麼是Rove from Home呢 因為我們經常都要去見不同的client 那見client 我們都會選除了office那一日以外的時間 去見client 所以公司就索性 要我們就Rove from Home選擇你們 多方這份工作的人工 都超級不錯 好像是有底薪 然後再加commission 這樣的rate 底薪方面 我已經站得了幾天 像是6000還是8000 一個月 一個數量的client 又會再加commission 所以其實這份工作的人工 在我上過這麼多來說 都算是比得非常之不錯 就是非常之高 下一份我上過的intern 就是某luxury brand的intern 我是上CS的 就是大家早知道的客服 當時因為這個luxury brand 它是一間全新的旗艦店開幕 所以我們最主要就是 每一天就去打電話給不同vip vip的client 去跟他們說我們有新的旗艦店開幕 你會不會過來呢 有打電話的 亦有whatsapp去回覆他們 最主要每一天就是重複 這一類的工作 非常之沉悶 真的非常沉悶 因為你每一天就是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人工方面都ok 很pay 有時也有80元 一個小時 最後一份intern 即是最新的一份 是大家在一個星期的vlog中看到 我不是有說過intern last day的 就是這一份 這一份intern是我回到電影公司的intern 這一份就是CU給我的一份intern 因為是計credit的一份intern 所以人工是超級超級超級至大 好像是35元還是45元一個小時 所以是下一個rate來的 但是因為是計credit也沒有辦法 所以一定要回到電影前期的一個部門 好像是 最主要就是做些什麼呢 例如看一下劇盤 有些電影準備上畫 幫忙對一下字幕 看一下書 因為現在很多電影都是改編至一些小說 我們就幫忙去看一下書 哪些小說 是有機會可以重新拍攝 做一部電影出來的 這麼幸好 intern period 就是有一部新的電影上畫 所以當日有一個試影會的東西 我們也有幫忙出席 看到一些明星 因為這間公司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大型電影公司 裡面的員工 連年齡層也是有回到上年紀和經驗的 但是從我的角度看下去 我覺得所有的都很老套 我看到的一個劇本 那個編劇和導演 都是一個已經有回到上年紀的人 我看到他整個劇本就是非常老套 超級老套 我也明白 雖然他說我們可以給一些意見 我也很用心地打了一篇我的意見 小說intern仔 人家大編劇怎麼會看我這些意見 但是whatever 這間公司我也是去做一個三個月的intern 我也不會改變到什麼 但只不過我可以說 這份intern真的令我看到 這間大型的電影公司 近這幾年的電影公司 都會是這樣的 最後兩個工作 就是現在我也有繼續做的 第一個就是promoter promoter這個工作 我覺得人工算不錯 因為基本上都是100以上up 基本上都是200-300一個小時 但promoter也會有少許的限制 例如是身高、髮色等的限制 那價錢 有些甚至乎是會有commission 就提到client是什麼client 是modeling model其實有分幾種 第一種就是大家經常都會接觸到的 RG Shop的model RG Shop的model 其實都不會特別的 就是自己去apply 或者RG Shop會自己找你 人工方面都是100起跳的 100有油、200有油、300有油 最主要都是看分量的資歷 就是每一個工作 其實本來都會有他們辛苦的地方 但是 做RG Shop的model 都是一個之後都會繼續做的工作 如果大家有機會都可以來找我 第二類的modeling 就是大家在電視上看到的 TVC的modeling 其實我現在都有比較相熟的model agency 我就是他們的freelance model 我現在都未簽約 也都沒有屬於任何一間公司 當初其實也有兩三間model的公司 有接觸過我的 但是因為他們簽的約都非常長 而且我暫時到現在的計劃 都未必會是focus在modeling 這方面 我會想focus多點在youtube上面 所以就 所以我到現在都未簽任何一間model agency 每個job盤限定 四位數、五位數起跳 說很開心 其實不是 因為你要不停地去casting 但你casting的時間 挪迴的車費 全部都是自費 所以你只要cast 我當你cast 20次才有一次做 其實你脫離開 你不是真的賺的 你一刻這個moment 有我就去做 都做得開心的一個工作 有一個freelance的身份 除了有接 model的工作 大家可能是不同的platform 都有見過我出現的 我都會接不同主持類的工作 自由身份 就可以接很多不同的工作 之後 未來都會想多點focus回youtube 不怕不覺 原來已經和大家說了這麼久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都歡迎大家留言 告訴我你們做過什麼工作 遇到什麼很開心 或是很不開心的事 那我們一起在下面 聊天討論一下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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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